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社交媒体直播模式 如YouTube、Instagram、TikTok、Fastbook等 一种则是跨境电商平台站内电播模式 一、速卖通 速卖通是最早一批试水 将中国的直播带货模式 复制到海外的跨境电商平台 速卖通新版直播功能于2019年7月上线 以时尚服饰穿搭 模特走秀、数码评测、珠宝展示、家电功能、演示为主 截止目前已经开展了1万多场直播秀 仅在2019年 速卖通平台上一共做了8000多场直播 是2017、2018年直播总量的两倍 在今年6月的年终大促活动中 近100万俄罗斯人在线观看了速卖通直播 西班牙和法国市场也发展迅速 二、亚马逊 2019年初 亚马逊就已经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添加了直播功能 但由于各项功能并不完善 一直未被卖家关注 随着海外社媒直播兴起 在去年年底 亚马逊宣布直播功能将全站点上线 逐渐完善升级的Amazon Live 今年终于矛头披露 Amazon Live功能允许卖家将视频内容为营销模式宣传传播 消费者可以在亚马逊网站和APP的产品详情 亚马逊商店以及亚马逊的各种广告中 查看直播 做法和淘宝直播大致相同 主播可以与消费者聊天实时互动 卖家还可以分享促销代码和优惠 供消费者购买 截至目前亚马逊直播也有局限性 比如目前只针对美国市场开放 目前亚马逊的直播带货还处于初期业余阶段 大多直播都偏向于传统的产品介绍和测评 更适合品牌营销推广 3.阿里国际站 2020年6月8日15点 阿里巴巴国际站推出的首届阿里巴巴网交会拉开帷幕 这是今年全球跨境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线上展会 将持续至6月28日 这也是阿里国际站实行线上直播的首次尝试 参与此次往交汇的全球各地采购商将超过千万 作为全球最大的B2B跨境电商平台 阿里巴巴国际站连接着中国100个特色产业带合一 5亿海外采购商截止至今9月阿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采购节 阿里巴巴国际站9月采购节将设立黑五专场 并首次引入团购批发模式 通关物流支付汇兑等跨境供应链服务 最高将为商家节约50%的成本 完税价格模式首次使用 买家看到的价格及最终费用 像淘宝下单一样跨境批发 数据产品外贸生意参谋将上线 帮助商家准确判断趋势 抓住商机 B2B直播将达到2万场 最后当流量红利开始鉴定 以获取新流量来提升交易量的传统电商运营模式 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新挑战 如何激活现有流量成为诸多电商平台 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直播家电商的运营模式是基于内容逻辑的运营方式 这种方式是在图文视频等包装形式之后 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商品包装形式 海外直播带货对于我们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趋势将持续维持下去 所以各位商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大有把握的战 未来我们将会看见越来越多的海外直播新花火